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的话呢 从我们高中阶段来讲啊 我们是要提一个新的要求 就是关于二次函数啊 我们需要对它再认识 再提高 或者我们来说 关于高于函数 我们不是学了很多内容吗 那么函数 我们需要研究函数的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很直观的来认识它 就是定义 执意 旧性 单调性 在我们学习了函数的相关知识以后 我们可能很多同学都会认为啊 原来我学的指数函数啊 对数函数这里啊 我们觉得啊 题目非常难 不容易做 其实我来说 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 之所以你觉得比较难 那么有一个问题 你是没有解决的 那就是关于二次函数的认知 你没有获得完全的解决 其实函数的知识 我们认为 它是相通的 对于二次函数的知识 如果理解的比较透彻 那么我们认为 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的相关知识 我们来认识它 也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函数 研究的就只有 这么一点特性 如果还有延伸的话 比如还有什么 对称性 而且我们说 二次函数 从我们初中的 在初中的最接触的知识里面 已经学过了的 那么二次函数的 它可以体现函数的 非常多的机体的知识 比如 分类讨论 比如 数型结合 比如 参变分离 比如 配方法 比如 我在这里 当我写这个的时候 就说呢 我们呢 在脑海里面 有没有 具体的反应 也就是说 当我老师写了这些以后啊 能不能呢 有一些呈现呢 或者说 我们在过去 学过的知识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知识 和我们来讲的这些 来 以以对应呢 或者我们来说 二次函数 它还和我们的 双根函数 相关联 它和我们的 消贷函数 相关联 它当然 和我们的指数函数 也相关联 它当然和我们的 对数函数 相关联 当我在说 这个话的时候啊 其实 我脑海里面 浮现了 很多 数学的题目 它有一些 具体的体现 如果 我们 没有 具体的体现 表明 我们对 二次 函数的认知 还差 那么一点点意思 或者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 某一个高度 好的 我们呢 就想通过 这些的例子 来 谈一下 好 我们在这里啊 呈现的是 二次函数 基本不能是 的表达 我们这个 呈现 不是来 想什么的 而 只是想 做一点 呈现 毕竟 对我们 坚持生来说 我们会认为 注意 我是这样说 我们会认为 你是 知道的 不管你 能够理解的 有多深 多浅 但是老师 会认为 你是 知道的 或者说 你在学校的 上课 你的老师 也会认为 你是 知道的 只有 建立在 这个 基础上面 那么 我们 谈它的问题 我们可能 才有 共同的 语言 这有的时候啊 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 觉得呀 这个题目啊 我们没有听懂 但是老师 没有讲了 这个就说 老师 以为我们 知道 好 我们现在 回到 电脑题 他说啊 一个函数 X在 1到9上面 FX 大一 横程力 要求 时速的 写着范围 那么 这道题目的话呢 我们说 我一看这道题目 我看见了什么呢 我看见了 这是X 这是根换向X 我换源 是必须的 我换源 是必须的 当我一换源的时候 我就有 这是 七方 减七 MT 加五 也就是说 我这个 马上就成了一个 二次函数了 考虑到 X有范围 X 大一 等于小一 顶九 换源 一定要注意 换源的范围 所以 七 小一点 三 大一点 一 换源 一定要注意 换源的范围 有的同学 平常 做几梦 都会做 但是他就容易错 其中换源 容易把换源的范围 搞掉 那么我这个形式的话呢 因此就转化成了一个 二次函数 在一个定期间上的 问题 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么还要说 FX大一级 它横乘力 那么它横乘力 你怎样让它横乘力呢 我们可以说 只需要让它的最小值 来大一级 就够了 最小值 大一级 就横乘力 那么就表明 我这个是一个最值问题 因此 我把这个题目啊 给它起个名字是 二次函数 在定期间上的最值问题 那么二次函数 在定期间上的最值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 怎样考察呀 怎样考察呀 如果你 如果你能够 心里很明白 你说老师 我知道怎样考察 那么我就要给自己点个赞 如果当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老师 我做做看 不需要 我们要的是 思想 移民 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一看 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马上知道怎样做 好的 那怎样做呢 很直观的是 我们主要考察 对称轴 相对于 期间的 位置关系 主要考察 对称轴 相对期间的位置关系 它的对称轴 怎样来找呢 对 配方 对称轴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1到3这里 我的对称轴 是2分之m 我在这里 就要展开讨论了 如果对称轴 如果 2分之m 如果2分之m 在1的左边 让它小吧 那么我这个 在1到3 这个期间上 它的最小值 就是1 注意一点小技巧 我们把这个1啊 不是要往这个 狮子里面带吗 对 是往这个狮子里面带 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往往 是往这个狮子里面带 往这个狮子里面带 看到没有 1 1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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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加5 m要小于2 那么因此 m是小于2 现在我们让对称轴啊 从左往右 走 对称轴 进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最小值是 那么一点小技巧 带的时候就不要往 这个狮子里面带了 而是往这个里面带 最小值是多少呢 5-4分之m方 那么5-4分之m方 要大于1 减4加上4分之m方 m方小于16 m小于4 大于4 强调一下 m应该是 在这里 小于点6 大于点2 所以 m应该是 小于4 大于点2 当对称轴 出来以后 对称轴 2分之m大于3 那它的最小值啊 就是 F3 F3等多少呢 还是盯住这个式子 不要往这个式子里面带 往这个式子里面带 7-3就稍微复杂一点 往这个式子里面带 那就是 9-3 m加5 大于银 那就是 14 13大于3m m小于3分之13 这个是m大于6 m又大于6 又小于1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m 无解 通过 这三个讨论 m小于2 m大于点2 小于4 m是空级 我们很显然有 m 是小于4的 这道题目的话呢 我们啦 一定要 完完整整的来理解它 我们这道题目的话呢 这样来讲它 可以这么说 是回答了一个 二次函数 最基本的 理解 如果你是尖子生 你对我这个二次函数啊 必须要很细节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 这是关于二次函数的 最典型的一道题 它典型在哪里 你看一下 分类讨论 竖型结合 画图啊 竖型结合啊 配方法 换员 一定要注意换员的范围 所以这道题目的话呢 我们认为呀 必须要掌握它 好的 我们这样来讲 可不可以呀 或者说 你听到我这样一个解法 你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要你来做到这道题 你会怎样做呀 你会这样做吗 我们要说 如果考试 要你来做这道题 你这样来做 我们 要给自己点个赞 我们 就会说 你是一个 优秀的 学生 但 你不是一个 兼职生 如果你是一个 兼职生 我们在考试的 当口 我们应该怎样来做它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做它呢 我们在这里说 考虑到这个M 是一个独立变量 你用来求M的 起质范围 我有理由 我有理由想到什么呢 对 参 变 分离 那 我们的回答是 X X-7M 根换下来X 加5 你要来大银 我当然要换圆了 我换圆 也就是回到一个二次形态 这个换圆了 是必须要进行的 也就是说 七方解MT 加5大银 那也就是 七方加5大银 考虑到 我这个七的范围 是在一到三之间 那么对于我这个不等式 七是带银的 我有理由 把它移过来 这个形式 我们看到了 它是什么呀 是 刚才我写出了 你发现没有啊 回到这里 我们将看得很清楚 哎 他带他 很成立 就笑我这个什么 对 最小值 他的最小值是多少啊 很简单的一个 双根 函数 在二这里 相等 一到三 看得见 等一的时候 它是五 等三的时候 它是四有三分之一 它都比我这个最小值 四要大 所以 我要大于你 很成立 当然就来大于我这个 四大于m 所以正确的答案 是C 好的 这道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想说 对于 大众的学生 你来做这道题 我们是要鼓励 你用方法仪来做 如果你是一个坚持生 我们更希望你 用参变分离来做它 注意你看一下 我对这个参变分离的 切入点在哪里 参变分离的切入点 我想说的就是 是什么呢 看到没有 就是它是一个独立变量 你是一个独立变量 我就有理由 想到参变分离 好的 对到题目 我们就这样来说它 不知道对你有怎样的启发 好 刚才这道题的话 比较大 内容比较多 我们啊 想这样的啊 来做两道启蒙啊 比较轻松的启蒙 好 回到这里 它的解极 小林 解极12 能不能做 解极12的话 小林啊 可能很多同学一看到 这小林不是很简单吗 二次函数啊 那么要小林开口向下 那就是 A方减一小林 然后第二它干什么 对 A减一的平方 减四AC 小林就够了吗 对 如果你这样来做它 我们会认为 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不过 可惜 在教学的时间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啊 也是这样来做这道题的 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对二次 形态 对于我说 这是二次 形态 我没有说它是二次函数 因为什么呢 我主要是想通过一个不一样的说法来突出强调 什么呀 对 所以当A方减一它得零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二次函数 我们对二次函数的理解 一定要注意 二次系数是不论是零的 如果它是零的话 那就不行了 回到这里 我们可以这么说 考虑到A方减一 我们一下子注意到 这个 当A等一的时候 我的左边 就是负一 小林 A等一是成立的 如果A方减一小林 得让它来小林 我们来减一下这个不在这什么 看一下啊 A方减二回加一 四四加四 四A方减四 小林 A方减二回减三 小林 五一 三一 复的 五回加三 A减一小林 A小林 大一复的 五分之三 它要能够等一 在这里 所以 我们正确的答案 先进 在现实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很多同学 容易写到B 不要小看我这道题 能做对的同学 不多 或者说 像这样的题目啊 尖子生是最容易犯困的 也就是最容易犯错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 能不能做 能做 对的不 错的 回到第四题 第四题 第四题说 有这么 借机 A比 要求他的 这小数 我们来说 这很显然 小林 对比我二次形态的认知来讲 很显然是 这个开口向上 A比是两根 所以两根之合 负的 A分之比 两根之极 注意啊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啊 负的A分之比 这个方法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弄 特别对我们坚持生来说 由于我们的思维啊 比较快 那么对基础的认知来讲 我们总是来强调 一步一步的把它交代出来 把它写出来最好 好的 说到这里 那很自然的 我们就得到了 A比的一个关系 A加比 等于二倍的 A比 知道他怎样来求他呀 对我们坚持生来讲 我们说不容思考 不允许思考 这是什么呢 因为老师 我还得想一下 那么一想的话呢 可能就 就稍微有点问题了 这个我特别想说啊 像这样定义 从旁边来成 我给他起个名字 叫庞城法 如果你说庞城法 那么你就说我的学生 等于二分之一 里面他乘他是三 他乘到是二 比分之三倍 A分之二比 八点 简单的表达吧 那么我这样来写 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动作 我说 脑海里面进行了 成情的 什么时候啊 对 在什么时候相等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相等 我才能够切等号 这个等号相等的话 这是第一个相等 还有第二个数字 这个原来的数字 我是能够知道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个形式 我是能够知道 V等多少 V等多少 我是能够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讲它 就是我对他的认知 基本部的认知 是完毕的 这个知道吗 或者说像这样的题目 你能秒杀吗 简单的表达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不等数 减就是R 数数的计则方法是什么 那么稍加整理 因此我们在这里 很显然 受前面这个题目的影响 我们第一个 首先考察M-2 对0 我们发现 负色是小银的 第二个 M-2 干什么 小于0 再来个 Delta 干什么 小于0 就够了 这个的话呢 我们用理由 等于2 是比起的 我们就不再 其他的过程了 特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题 关于不等数 它的解析中啊 恰有三个整数解 恰有三个整数解 我们对这个形式的话呢 我要一看 就要能够看见 这是个二次形态 也就是说啊 我把它一打开 我们这种牢牌里面 会想很多内容 当它恰有三个整数解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来小一点 开口方向 必须要向上 也就是说 我这个 必须是在某一个范围内 小于0的 那么 必须在两根之间 有一个范围 就是我们来想 这两个范围里面 有 因此 我们来说 满足条件 4-A要大赢 而且用两个根 Delta 比方 16-4AC 解这个 A要小于4 解这个 A要带0 16-16 所以 我这个 必须有范围 A要小于4带0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么 我们来说 关于这样的认知的话 我们 多多少少有些恐怖 老师 在我这两个范围内 这两个范围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定两个根 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关于 二次不等事 关于二次不等事 你对他的 求解有怎样的感受啊 我们说 关于二次不等事 我们的基本的感受 我们的基本的感受是这样 首先想到 分解因素 首先 就是我脑海里面呢 一呈现 它就应该是 分解因素 第二个 我不能够分解因素 我才能够想到什么呀 对 求根公说 一道题目 在现实的教育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 会放弃它 因为什么 因为不能够分解因素 他也不想用求根公式 其实我们来说 求根 求根公是 二分之复笔 求根公是 原来我这两个根可以干什么 原来我这两根 是可以 比较直观地求出来的 这是一个 那么 在我的两根之间 你说 老师 我这两个根在哪里呀 不知道 就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做到这里 来了以后啊 我们还可以来 回数来看一下 这两个根是什么呢 作为我这一个 简单的不等式来说它 作为我这个简单的不等式来说它 我也可以说 两边都有开放 我这是2x-1的结地值 小一等一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这里啊 可以考虑一下 极地值地值的探讨 极地值的探讨 极地值清楚吗 这个问题 我们留在这里 做思考 这个极地值啊 可能 过去的老教材啊 对极地值的研究啊 非常透彻 过去的老教材 对极地值的研究 非常透彻 但是 新教材改革以后 对极地值的研究 不是很透彻 好 我们来说它 我说到这里 其实就想给你一个引字 你能做这个不等式吗 你能做这个不等式吗 好的 我们接下来看 那既然弹开了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思想啊 飞翔一下 你能做吗 我的回答是 我能做 我怎样来做呢 我把X 着商着过来 它就是二截 X分之一 小一点 更放下而已 当然在这个时候 我会强调一下 X不等零的情况 作为印刷的最严格的要求 我会考察一下 这个 A不等零 X不等零 如果老师 X等零怎么办呢 X等零 不影响解答 好 那么你们老师 我做这个不等式 知道吗 当然 就知道 当然就知道了 知道了什么呀 知道了什么呀 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 对 能做 X 范文能不能求 能求 好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就是对我这个根的考察 是完完整整的 能够搞定的啊 两个都可以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一个是用去问公事 一个是回到我这里 直接来搞定它 因此 我根 是能够知道的 考虑到A的范围 是在0到4之间 所以 我在这里 对我这个情况 有更深的理解 我把0带进去 是1分之1 我把4带进去 1分之1 那么你要求 在两根之间的话 你要让我这个 有三个整数解 必须 必须 这是小的 必须我这个大的根在哪里啊 对 2-根号小个1 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这两个根啊 必须三个根 分之1 2-3 那么 大1等于3 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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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3 然后前面才有三个根 1 2 3 来解它 像这样的求解 就要看每个人的想法啊 我在这里说 不等事 考虑到这是正的 这是正的 所以是2 2-根号小V 大1 4 小1 1 小1 根号小V 小1 简单的做一下啊 简单的做一下 你看啊 我要 -2 1 3 1 -2 大1 -V 大1 4分之1 减2 根A 小1 2 简单的做一下 大1 2 简单的做一下 2 简单的做一下 3分之6 3分之5 4分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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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方 9分之25 正确的答案 先进 好 这道题目的话呢 我们想啊 比较简单 比较直观 那么我们说 它简单 简单到哪里呢 是简单到你这个入手的实话 你要对二次函数 这个不等式的范围 你要能够理解 我们说入手简单 但是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是推广了两个方法 你来思考 不知道这里有怎样的起法 好的 第八题 他的执意是 临到政府穷大 注意执意啊 执意 执意是临到政府穷大 不是定义 这个启蒙的话呢 很多同学在做他的时候 不一定做的对 主要是对我这个执意 不理解 这个题目 你会做吗 他不是定义是丸啊 主要是执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 执意是 临到政府穷大 我先考察一点 帮助你来理解 A 这是一个二次函数吗 不 他不是的 这仅仅是一个二次形态 所以我要考察他 当A顶零的时候 Y顶零更好下 4X 我想问一下 他的执意 是什么呀 对 他的执意是 临到政府穷大 所以A点零 是满足条件的 第二个 第二个 怎样满足他的执意 是临到众无穷大呢 开口方向向上 德尔塔 德尔塔是 大一 等于零 说到这里 我为什么说这个题目能做对的同学不多呢 我想从反面来说一下 在教学的时间过程当中 有的同学说老师 德尔塔是要小于零的 德尔塔能不能小于零呢 如果德尔塔小于零 Y就是大零横成立的 Y就要大于某一个值 就会在我这里啊 空一道出来 空一道 他就没有 执意他不是R 所以德尔塔 必须要大于 等于零 这道奇蒙的话呢 这道奇蒙了 在对数里面呢 在对数函数里面 有一道比较 类似的题 有这么一道 对数的函数 我们先把问题摆在这里 如果执意是R 你怎么做它 你会怎样来做这道题 如果我说这个函数的定义 是R 你会怎么来做它 很显然 进一扫 进一扫 我们会让开口方向向上 德尔塔 小于零 对不对 如果指一扫 我在这里 就是我这一个答案 就和我这个题目 是一样的 好的 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 就 这样来讲它 答案的话呢 是 0到2 把这个问题 留给你 稍作思考 好的 接下来看一下 一道非常特征的 题目 什么呢 一个不等式 很成立 一个不等式 很成立 这就回答了 我们二次形态的 基本的标 什么呢 这个特别想说一下 随着我们学习的 复旦的深入 二元变量 我们以后会复理 有这么个方向 二元变量 我变成一个 变一个 通过变形啊 变成一个 但是在二次形态这里 这仍然是二元 看我这个形式 也是变不了的 或者我说 我一看到这个形式啊 我第一个想法 我就是说 我能不能够啊 把你写成 一个的表达 但是我定睛一看 我不能 那我不能的话呢 我在这里啊 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有这样的 A方减线 A Lama大比 加8比方 减Lama大比方 大一顶 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关于 A的一个 二次函数 我要让你 大一顶零 很沉溺 很显然 德尔塔 我就要干什么 对 小一 等零 是很诚意的 比方 减4ac 我们发现很好 好在哪里呢 Lama大方 减7 4832 加上4 加上4 那么大 还有一个什么 对 还有一个比方 小一点 这个结构啊 是一个构造类的结构 我为什么在这里说啊 就是这个题目的话 有它自身的特点 它这样来设计 仅仅仅只需要我们知道做这个题的方法 那小林很显然 那Lama大方 这个是大一顶 四八三十二 真的 没有 错 好的